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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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 一部经典的这个经题叫三昧水颤 全名叫慈悲三昧水颤 那么以水为名 当然它的缘由跟水也就有关联了 那么我把这一部颤法 就是我们在清明法会的时候要礼拜的这部三昧水颤呢 把这个缘起啊 讲给大家听 那么各位就知道说这部颤法 它的这种就是说洗涤愿油 对于消除业障 它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 那么话说呢 那么在唐朝有当时的国师 那么唐义中年间的国师呢 叫悟达国师 悟达国师啊 他年轻的一段修行的往事 因为作者就是悟达国师了 我应该这样说 悟达国师他刚出家时候呢 他的法名叫知玄法师 知道的知 玄庙的玄 知玄法师 那么有一天呢 他修行的这个寺院呢 来了一位出家人临时来挂单 就是临时来住宿的 但是呢 他一生都是病哦 那个病得严重 全身皮肤溃烂 又有浓 又发出臭味 所以呢 其他的人都蛮嫌恶他哦 不想跟他太靠近哦 可是呢 当时的知玄法师呢 没有这个分别心 反而很慈悲的 就照顾他 一直到这个 生病的出家人 完全都康复 那康复之后呢 这个出家人就要告辞了 就跟一直照顾他的 知玄法师讲 说你真是一个慈悲的人 真修行人哦 那么我感念你 有这份心 所以啊 以后你如果遇到 你解决不了的困难 请你记得 要到西蜀 鹏州 九龙山 这个地方是哪里的 所谓蜀 蜀就是四川 在四川省的西边 有这个地方叫鹏州 那么有座山叫九龙山 他说你上山去 看到两棵巨大的松树 松树之间呢 会有我的寺院在那里 好 那么当然 他们就互相道别 知玄法师呢 仍然 其实并没有把这件事 放心上 他只是做一个 本分的修行人 但他非常的精进 持戒也都很严谨 那么当然之后呢 以他的学问啊 这个修行等等呢 最终呢 就被册封为当代的国师 那当朝皇帝是唐义宗 那么唐义宗呢 有一次收到 这个林邦的这个贡品啊 贡品之中呢 有一座这个龙椅 是用整座的 这个城乡墓去雕刻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很名贵 那么唐义宗就想 我应该供养给我的老师 这很适合出家人 所以这个城乡宝座呢 就送到了悟达国师 因为知玄法师 之后成为国师 四号就叫悟达国师 那么当悟达国师 坐上去的时候呢 我当然不是他 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但是可能呢 心中难免有一丝得意 觉得我一个出家人 也可以坐在皇帝的宝座上 或者是说有一点点 那么名利的心 那总是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妄念 就在那个时候啊 正在这个 好像有点真真自喜 坐在龙椅上 但是突然间这个膝盖好痛哦 当天晚上呢 痛到睡不着 但起床看的时候呢 哎呀 那个膝盖啊 就已经溃烂了 那个溃烂的情况 就像一个人的脸这样 那过两天呢 哇不但是人的脸 而且这个眉目 啊清楚 而且有张口 口好像要吃东西这样 好可怕那个样子 最主要是他痛 真的 这个英雄就怕病来磨啊 他这个一痛啊 真是求助无门 因为公众的寓衣都衣不好 这个时候呢 他才想起来说 都没有人可以帮他 他突然想起 年轻的时候 那位生病的出家人 跟他说的 不妨啊 既然他那么早以前就说 可能有姻缘 不妨就试试 他忍得病痛 一路啊 就从京城就去到了 这个四川 就找到这个九龙山 果然呢 才上山不远 就看到两棵巨大的松树 中间那个寺院呢 哇 电雨辉煌 金碧辉煌的哦 那再上前去呢 哎呀 原来那个出家人 已经站在山门口等他 一见到他就说 你怎么到现在 才想起来要找我 我等你好久了 那么就说 你不要担心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啊 让沙咪 带你到三泉边啊 用水冲洗就没事了 那么到了隔天早上 就照这样去做 但是当他们到 三泉边的时候呢 这个沙咪 才捧起水 要往 乌达国师的这个膝盖 这个人面疮啊 要去冲洗的时候呢 突然间哦 这个人面疮啊 开口讲话哎 真的是吓到 乌达国师都魂不附体了 怎么自己身上的一块烂肉 怎么会讲话啊 那么这个人面疮就说 你也是保读诗书的人 你还记得西汉年间的 这个历史的一段 这个记载吗 这个七国之乱 就是原岸斩曹措于东世 这一段 他说我知道 那么这个人面疮就讲说 你就是当时害死我的原岸 我就是被你害死的曹措 你献祭于皇帝 那么让我被斩死 冤死 所以我一直生生世世 我就是追着你要讨回 就好像冤亲在主跟着这样 我就跟定了你 那要折磨你 但是呢 你十世以来 不是十年哦 是十世哦 就是生死生死这样十次 你十世以来都是出家 你也都很精进 尤其是你的戒律很惊严 我竟然找不到一个缝隙 可以向你讨债 但是呢 你到这一世 你当了国师了 你坐上皇帝的这个龙椅宝座 心中生起娇慢之心 那就是那个一念忘念 就是我缝隙来了 我就进到你的身体里 但现在呢 如果不是加诺加尊者出面的话 他来调解 不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放过你的了 这个 这个一讲到这里啊 那个误打国师 其实已经吓到快要晕的 这个人面床就讲 看在加诺加尊者的份上 你我之间的这个恩怨到此结束吧 这个时候呢 赶快那个上面就用水泼上去 这个误打国师痛到晕死过去 等他醒来呢 哎 伤口都不见 他赶快回去找那个出家人 他知道他是趁愿再来 发愿来随缘度众的这个大欧罗汉啊 要去感谢呢 哎 那个寺院都不见了 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 租了个茅庵 他也不回皇宫去了 不回京城去了 就在那里修行 把这个经典藏经里头 有关于这种结怨 结怨 忏悔 所有的这些经文啊 仪轨啊 把它整理出来 就写成了 慈悲三昧水灿 所以叫以水为名嘛 就一共上中下三卷 那么他写完之后 他自己一辈子都在那里礼拜 后来这个参法也流传 各位想想 唐朝到现在 都是上千年的这部参法 那么他越是流传 在中国佛教来讲 有越多的人 是重视这部参法 加以礼拜 那么在多伦多佛光山 每年在清明法会 也一定会礼拜这部参法 所以下个星期 每天正式 这个清明法会 所以今天这样跟大家介绍 希望大家也共同来精进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非常感谢师傅 所以每一次听师傅的讲解之后 我们就有知道说 在每一个经文的后面 都有一段他的故事 是 不过也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是想说我们下半段 也许因为针对清明法会 下个星期一天 也许说可以问一下 一些听众朋友们的问题 这样我们才进入 这个佛光世界这个单元 好吗 那现在我们进段广告 为发扬圣中追远之孝道精神 多伦多佛光山将于国立四月三日星期日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法会 礼拜慈悲三昧水颤一永日 以此殊胜功德 回向历代祖先联品增上 累世冤亲同登佛国 届时欢迎和府 历临念香礼佛 同瞻法义 详情请下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查询 www.fgs.ca 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下 9058140465 9058140465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花园 我是文伟 我们在直播室呢 依然有我们顾师傅 师傅你好 阿弥陀佛 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的时候 跟我们解说了三昧水灿 他的一个故事 他的一个缘由 那刚刚师傅在讲说 我们在今天下半场 在佛光世界之前 要跟大家提一提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 比较多人会想知道 就是说三昧水灿 如果这个法会要参加 要不要报名啊 什么人可以来啊 来要准备什么呢 这是我们被问最多的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是比较关心 星期天我相信大家来 如果自己开车是比较方便 那你如果说就是来参加法会 可以不用报名 当然我相信人多 所以早一点来总是比较好 法会是早上十点开始 那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上卷中卷下卷 就光是诵经礼拜佛号 那么都要有三支香 三支香就大概每一支香 都在一个小时左右 那还要加上佛供啊 还要回香啊等等 所以这个时间会从早上十点 一直到下午大概五点多 这么长的时间呢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预定一天的时间 那当然你如果说 有的人会说 他不能参加全部三卷 他只能早上或他只能下午 怎么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 当然是可以 好过你没有嘛 那这个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想借这个法会功德 回向给祖先 或者是自己的 这个往生的亲友等等 那么你可以登记参加 立这个功德牌位 而且牌位 他也有分大牌位 也有随喜这些 那有的人也会问说 是大牌位功德比较大吗 随喜的就可有可无吗 请不要误会 对对 诵经拜参的功德 它是随你的心意的 你的心意回向功德 你专心的 虔诚的礼拜 必蒙加持 一定有感应 那所谓的大牌位 小牌位是什么 这个是说 你除了历 比如说历代祖先的这个牌位 那么另外你还 你是参加大牌位 其实你还有多了一个 护持坛场 护持这个法会的功德 你有力量嘛 你多帮忙一点嘛 让其他的大众呢 不会有负担 所以这个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那师傅 我之前有机会呢 曾经跟朋友在这个聚会的时候 朋友刚好问到一个问题 这个其实是蛮久之前的 那既然师傅在讲起来 我们下个星期 有这个清明的一个报恩法会 那我想请教师傅就说 那我朋友那天他们在讨论 大家讨论就说 那我们一般很多的华人 是已经离开了我们原本的故乡 像比如说从台湾来 从国内来或香港来 我们大家一般来讲 在园居地呢 都会很习惯的 大家都要去扫墓 那在这里呢 因为毕竟来讲 不是自己的家乡 而且我们在国外 一般基本上来讲 很多的墓园来讲 虽然是有过世的亲人 是有这些外国的地方可以去 可是有很多人的 他们的这个本身祖先 还是在国内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要用什么方法 来纪念 或者说也是有这个 扫墓的意义存在呢 问得好 其实啊 我们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就感谢我们的祖先 这个长辈 所以会叫 圣中追远 表达自己的孝师 那么一年之中 有几次要记住 那么以一年 我们讲二十四个节令 大约在那个清明 这个节令 它是二十四节令 节气之中的一个 到了清明的时候 大约都是这寒冷的冬天过去了 甚至有些下雪的地方 也都雪都融了 那所以在这个进入 这是初春清明时节呢 我们作为一个孝顺的晚辈来说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说啊 现在雪都融了 天气也好一些了 我们赶快去为祖先长辈 去整理 它这个墓园啊 墓地啊这样 这叫扫墓了 它是清洁这样 这个也是表示 真的我们所谓 大校终生墓父母 我们心中一直都是 记得有这个 要去扫墓这件事情 那么当然您刚刚提到说 那移民在外怎么办 那原则上 譬如说你家乡 有其他的亲友 会去扫墓 那就很好 那你在这边 你可以参加寺院的 我想大部分寺院 一定都会举行清明法会 他不一定拜水灿 他也许有其他的 这些拜 就是经典啊 或者灿法呀 这都应该会有 签名法会 你就到寺院去 登记祖先的牌位 然后跟着在那里送经 功德回向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说 假设你的故乡 可能没有其他亲友 可以去 像有的人 兄弟姐妹什么 那但是 现在扫子的话 有些人 他是没有人 可以去扫墓 其实我建议呢 应该找一个时间 回到家乡去 那么把祖先的 这个 比如说 要重新整理 再把它焚化过 成为骨灰 然后供奉在寺院里 因为你不能够 每年或者两三年 定期去 没错 还不如把它 移到寺院里去 有些寺院 它有纳古塔嘛 对 或者是说 某一些比较管理的 比较好的墓园 骨灰 就供那里 然后你在寺院呢 就供排位 那这样子 你就不用挂心说 我都没有去整理 怎么办 这样 我想这样子 分两种情况来回答 这个会比较适合 不同的情况 不过我觉得 听师傅这样解释来讲 这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 我相信趁这个时间 就说那天刚好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也提到 就说万一有一些 比如说身为太太 在怀孕的时候 小孩子不小心流产了 那因为既然这是孝亲报应法会 他可不可以在这个法会里面 也为那些还没有办法出事的小孩子 是 其实亲民法会呢 它就是一个超贱的法门 所以不是只有对长辈 对自己或者包含朋友 在这个时候你想到谁 其实你就为他随喜立个牌位 那比如说刚刚提到这种情况 没有出事的小孩 通常我们会写未出事之子女 会立这个牌位 会立这个牌位 那就是由父母来回向功德 给这个其实也算是有缘的孩子 希望以后姻缘更具足 那大家再来同结善缘这样 所以有一个未出事子女的牌位是可以写的 那其实我也提一下 有一些人他觉得好像不太顺利 类似这样吧 那么就可以写用个人的名义 操见累结冤亲在主 所以也是可以的 我还听过一个最好笑的 有个太太 她说她跟她先生就是冤亲在主 她能不能现在就操见她先生 好可爱 我说不用到这样子 但是这种情况 其实你就写累结冤亲在主 就可以了 别多包含了 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给师傅请教的问题 应该可以包含大部分人所有的疑问 其他如果有的话 其实法会期间我也有几次讲话的机会 也会再把一些观念跟大家说明 那师傅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 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佛光世界 其实也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是 这讲起来呢 就是说我们的新年花园 在空中 在电台 跟大家结缘 超过15年了 没错 那其实一路来 我们第一个是考虑 这个负担的经费 毕竟要去 就是 去推广的这个文化教育工作 是很多了 那么十多年来 很感谢这么多的听友们的支持 对 那但是现在呢 我倒很认真考虑 因为现在就是手机的功能 没错 很便利 那在道场这一边 佛光会这一边 我们也很努力的 把这运用现代的这种网路啊 科技啊 设备的提升呢 就是说 已经是可以考虑说 在电台上 我们可能就 现在预算是 播到四月份 第二个星期天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完全 在网路上播出 数位化 是是是 我想以手机的便利 这个时候 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我比较不会挂矮 但是我想 一直这么十多年来 在电台收听的朋友们 可能会 有一点遗憾 但是我想 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下一周 来跟大家讲 怎么样 可以在手机上 很方便 就可以继续再听 我们的心灵花园 其实我们心灵花园 长长久久陪伴大家 没有在电台上 但是呢 可能是 在手机 是你随身携带 带着走的 没错 随时想听 都可以听得到的 是不是说的很好 哇 那我们就赶快期待 在下个星期呢 师傅呢 我们跟大家公布呢 更多的详情 怎么样 你们可以更方便的 其实可以听到 我们所有 东东佛光山的 一些红法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想知道 我们东东佛光山 是最近的活动讯息的话 都可以打电话到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来查询 是 三个W 到FGS 大事业 再次感谢你的收听 谢谢顾师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听众朋友 我们下个星期 空中再会哦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